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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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新来的婢女 跟我来 俊贤 娘 不说服就别到外边来了 没有 我在房里面太闷了就出来吐吐气 你别嫌娘啰嗦啊 明天快回票号吧 歇了两天应该没事了 要是再告假 你爹会不高兴的 他对你还是爱搭不理的 你别再气他了 凡事要忍气吞声的嘛 这是原家路窄啊 什么事啊 就是那个蒙古女子啊 那个汉人精 她来这儿干嘛 已经赔钱给她了 还来干什么 娘 我先回去了 一看见她我心里就烦 拜见姨夫人 她是 她叫巴巴哈儿高娃 是新来的婢女 还不拜见姨夫人 姨夫人 见过夫人没有 正要带她去见夫人 我有点要紧事 要跟夫人谈 冯管家 你跟我一起去吧 先让她在这儿等着 是 别到处走 云中楼的桂花糕啊 真是又甜又好吃 我知道你喜欢吃 特意叫人买来给你的 姐姐太客气了 哪里啊 我来找你聊天的嘛 当然要给你点甜头了 两个人有说有笑 很容易打发时间 姐姐 你没什么事吧 没事 可能这两天 睡得不太好吧 你有心事啊 为谨贤嘛 妹夫那么照顾提戏她 她还贪玩出去惹事 叫我这个做娘的 怎么过意得去呢 我一定要替她 向妹夫认个错才行 不用 大家亲戚 老爷怎么会责怪她呢 妹夫不生气了 人谁无过 锦贤始终是年纪小 一时贪玩也不奇怪 不过老爷不想她再犯错 不会了 她知道错了 锦贤呢做事是经验不足 但是她也很好学的 锦贤是乖孩子 姐姐你不用担心 好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她叫什么呀 她叫巴巴哈尔高娃 是老爷吩咐让她来乔家做婢女 听候夫人安排 乔家上上下下 个个都狠守规矩 你怎么会这么莽撞呢 刚才突然下雨 我急着避雨才会撞到两位夫人的 小雨纷纷本属平常 你居然这么大惊小怪 封管家本来说带我来见夫人的 但是姨夫人说有要紧的事 跟夫人台叫我在院里等 我等了很久都没有人传唤 谁知道又下大雨 我不是故意的 做下人等候主子有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要主子调过来 看你这个下人的脸色 一看就知道你没规矩 做个下人都没资格 既然两位夫人不满意呢 不如就 既然是老爷吩咐她 就让她留下吧 谢谢夫人 虽然你初来乍到不懂规矩 但以后你要规规矩矩 勤快点做事 知道了夫人 她的名字又臭又长的 妹妹 给她改个名字 不可以的 我们蒙古人的名字 不可以乱改的 主子刚刚才说完 你就原心毕露了 什么我我我的 以后回答主子说话 要说奴婢 奴婢的名字乃是父母所赐 如乱改姓名 实在愧对父母在天之灵 请夫人原谅 既然是这样 就简简单单叫高娃吧 谢谢夫人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奴婢有个弟弟 老爷刚刚收到她 在票号里做孝席 嗯 你第一次来平遥啊 嗯 奴婢的父亲是蒙古人 娘是汉人 娘平时都会跟我们说说中原的事 是 我们山西人有很多规矩 你要好好学 要牢牢的记住啊 知道了 姨夫人 我们乔家共有八进五月十二厅 六十八间房 不计门房厨房果园马厩 纵一百请 横一百八十天 哎 为什么房盐是斜的 哦 这样雨水就会沿着房盐流下来 意思呢 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哦 哦 还有个大水缸 有什么用啊 哦 水为财嘛 不止大水缸啊 还有个大元宝呢 好俗计 哎 不要胡说啊 哦 让老爷听见就不好了 哦 票号做生意 当然要经营满屋 才是好兆头嘛 乔家还有很多规矩的 譬如男子不得娶妾 女子不得进入大膳房等等 这些都是祖先留下来的规矩 一定要遵守知道吗 知道了 别说我不提醒你啊 刚才姨夫人呢 是要为难你 你千万不要得罪她 哦 总之不明白呢 就问我 我会教你的了 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啊 嗯 谢谢冯管家教诲 嗯 今天多了个消息 他叫虎儿赤 你就坐在那儿吧 喂 他名字怎么那么怪啊 就是啊 开班这么久了还是 以后你们就分为两人一组 你们俩学藏语 是 你们俩学俄语 是 你们俩学蒙古语 是 你们俩学习英语 为什么 是吗 你刚才说什么 为什么我不学蒙古语啊 混账 你是蒙古人吗 你当然要学习英语了 不然什么叫学习外语啊 我告诉你 你别胡闹 再胡闹的话给我出去 是 范子齐 来下班旗啊 不下了 过两天要测试珠蒜 我想再练一练 这么用功干什么 哦 是不是又想连累我们被罚啊 就是啊 我打听到心事 原来那个火尔赤啊 噓 噓 噓 原来那个火尔赤的 原来不是什么皇亲国戚 他来这儿做校袭 是替人还债的 哦 还以为他有什么大来头呢 哈哈 原来是替人还债的 看他也大模大样 就是啊 他这叫做厚颜无耻 大男人围在一起说人是非 才是厚颜无耻 以为你们狠青狗 不一样是打仨 给大长回当夜狐 哎 哎哎哎 这小子 是什么 也是 这到底什么鬼地方 姐姐你想留在廷遥 也不用逼我来这里啊 哎 喂 怎么样 还生气啊 别生气了 玩玩嘛 就是啊 对不起啊 我们以后不会再那样了 哎 哦 我听说你是蒙古人对吧 那么火尔赤这个名字 喂喂 这样是不是玩过头了 干什么 你怕被装心的罚 哎呀 我们是来看看的 有什么好怕的 出事也可以推得一干二净 嗯 第一天上课很累吧 哎 对了 我们应该回去歇着了啊 好好好 那我们回去歇着了啊 再见了啊 不妨碍你了啊 你早点歇着吧 喂 你干什么 啊 啊 你干嘛救我鞭子啊 你鞭子上的胖上顶着了 这就他们太不像话了 你 全都当我是木偶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结结是这样 你也是 啊 繁华容貌总无凭 人间何处问多情 奴婢重小心 打扰二小姐了 没见过你啊 来 奴婢是新来的 冯管家告诉我 你就是二小姐 嗯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巴巴哈尔高娃 叫我高娃好了 你不是本地人啊 我是个蒙古人 怪不得 感觉有点不一样呢 是不是很粗也无理啊 不是啊 应该是质朴自然 二小姐也很平易近人 嗯 刚才听二小姐在说什么 繁华如梦总无凭 人间何处问多情 二小姐在思念故人啊 妹妹 我知道你一定来院里玩了 应该的 过了这么多天了 出来溜溜人也会精神一点 姐姐也来散步啊 我特意带个好消息给你 过两天 教会举行卖误会 娘已经答应了 让我带你去解解闷了 真的 嗯 我知道姐姐最疼我了 卖误会是什么 卖误会很有趣的 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放在那儿任人选购 跟摆摊有什么分别啊 哎呀 说了你也不明白 这样好了 我们带高娃一起去啊 多个人伺候也好点 好啊 谢谢两位小姐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我们竟然会在平洋相遇 难得张公子这么热心 知道有卖误会主动前来帮忙 希望能筹得越多善款越好 我会将善款回到京城 等教会集合其他的善款 用来帮助那些孤儿寡母 张公子这里就拜托你了 我离开一下 好 好 这位公子 这个夕阳望远镜 是一百年前 由一位意大利传教士 带来中途的 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 是吗 仍然看得很清楚 你试试 果然看得很清楚啊 要几两银子 五十两 我们是为善事筹款的 五十两啊 一点都不贵 对 我就要它了 刚好五十两 谢谢 不用客气 随便看 妹妹 这盏灯的漂亮 漂亮 灯上的图案很精细啊 是啊 这盏走马灯上面的图案很细致 如果点上灯观看 会更细 多少两银子啊 十两 妹妹别这么着急啊 那边还有很多东西呢 走吧 好吗 怎么了 没事啊 天主堂环境很肃静 配上七彩缤纷的玻璃窗 分外别致 嗯 高娃 拿些茶水来 是 大小姐 董夫人 这么巧 方夫人 这位一定是你的妹妹吧 是啊 这位是董夫人 董老爷跟你姐夫在生意上 一向有来往的 董夫人 二小姐果然脱俗可人啊 董夫人见笑了 对了 最近我家请了师父来开字号班 初次开办戏班啊 以后不是有很多戏看了 山西四大帮子 中路帮子 浦州帮子 上党帮子 北路帮子 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浦州帮子 这么巧 我们山西三帮都对浦州帮子情有独钟了 来 相逢不语 一朵芙蓉祝秋雨 人在玉楼中 楼高四密封好 歹将低换 只为宁寝苦一见 修进小栏杆 夕阳无限山 便是友情当落月 只因无伴送邪徽 不知小姐想到下一句没有 纳兰荣若的饮水瓷间里有两句 不知是否适用你 繁华如梦总无凭 人间何处问多情 想不到小姐所想的 与在下所想的是一样 这是不是叫心有灵犀 对了公子 当日我施约真对不起啊 不要姐 你我有缘 今天不是一样再见吗 嗯 公子博览群书 精通英律 不知最近阅读何书呢 是达尔文的天眼论 达尔文 达尔文是一个洋人 这本天眼论是说天地万物都是适者生存 这么有意思 不知可否借我阅读呢 当然可以 嗨 二小姐 谢谢 张公子 你也在这儿 你们认识啊 原来是乔家二小姐 幸会 张公子有理 真有意思 你们到底认不认识啊 其实我跟你家小姐早就认识 不过从来没见过面 也没想谈过 怎么这么巧啊 你跟高娃也是朋友 是啊 人生很多事情就是这么巧 是啊 张公子人很好 对朋友也很热心 我也被张公子帮过 小事一桩 不要再提了 张公子真是谦虚 糟了 大小姐叫你回去呢 我们要走了 那本书怎么办 这样好了 既然高娃是你朋友 我下次叫高娃找你拿 既然这样 后会有期 再见 再见 我们先走了 好 高娃 麻烦你把这本书给乔小姐 是大小姐还是二小姐呀 明知不问 不过如果乔大小姐有兴趣看呢 我也愿意借给她 我想她没什么兴趣了 你这个人挺手幸运的 那当然了 做人最要紧就是讲诚信嘛 答应了朋友的事 一定要收信用 为什么你不直接拜访呢 你可以亲自交给二小姐啊 这样有点于理不合 我觉得不是啊 可以亲自交给人家多好啊 我们蒙古人呢 杀了羊货亲自送给人家 收到的人会很开心 这里不是蒙古啊 你不清楚满汉的规矩 那倒是山西跟蒙古不同啊 而且呢 乔家是名门望族 规矩又特别多 那你还叫我偷带这本书进去 不过算了 做朋友是不能计调这么多的 冒险也要帮忙的嘛 多谢 当孝席 连买菜做饭都要干 这样跟做牛做马 有什么分别 票号规矩 一向都是这样 姐姐还说这活儿有出息 不一样被人呼来喝去 这么埋怨也无补于事 为什么不计来之则安之呢 姐姐为人平时很精明 为什么遇到男女的事 就这么糊涂 被人骗过了一次 还不够呢 我们还要赶着买东西 没时间看了 既然叫我出来 就别打算管我 大不了开除我了 你以为我很想做 你这么不愿意 好像被逼似的 是被逼的 跟我来 喂 胡儿吃 什么事啊 胡儿吃 你怎么了 胡儿吃 不许你拿我姐姐的主意 你说什么 还想抵赖 帮我们捉马贼送名帖 全都是假人假义 哥们儿想哄我姐姐 你误会了 总之我不许人伤害我姐姐 她 不管你事 我干吗跟你说 你给我记住啊 你死了心吧 我光明磊落 对高娃从来没有非分之想 你先冷静你 有话慢慢说 我对你姐姐一直以礼相待 我完全没有其他意思 那为什么她突然之间 要留在平遥啊 不是被你所骗 她会留下 高娃留在平遥 是想为你筹谋出路 你竟然还怀疑她 你到现在都不相信啊 高娃也向我打听过票号的事 还曾经问过我 怎么做消息的 她还说过 只要你能够学到 乔老爷的一点皮毛 她已经心满意足 不会辜负她一片苦心 她请乔家做势币 只是为了给你有个照应啊 而你就满不在乎 的确辜负了她的心意 你们俩一唱一和 说什么都行了 我们姐弟的事 你们知道多少啊 我 现在的票号做消息啊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 做人要自理更生 果然是长一分精神 消一分惰性 觉得我是回头是岸 佛法无边才对啊 不住色相不留生意 这就佛记你也听过 平常心事道 顺其自然 我有事要去顶风圣 我也要事要办 再见 再见 您好 您好 我是来兑现的 好 这边 这位客人来兑现的 公子您好 麻烦你 好 好 公子 请稍后片刻 好 才东 外面有位公子 拿了这张银票来兑现 公子 小昊财东 有事相请 公子 这位就是小昊财东 乔老爷 乔老爷 公子高兴 必请张 请坐 你先出去吧 是 请问乔老爷 有何要事呢 张公子 这张汇票 你怎么得到的 是在教会的慈善卖物会里得到的 因为教会急需潜用 所以我前来兑换 这汇票有问题吗 这张是假的 我们每张汇票 都有防假的记号 外人看不出来 但是我们一看 就能分出真假 果然看得很清楚 要几两银子 五十两 多谢 岂有此理 卖物会是为慈善筹款 竟然有卑鄙小人 倚假乱真 混水摸鱼 我们顶丰盛开业多年 第一次收到假票 这件事事关重大 希望张公子切勿张扬 票号最重要的是信誉 万一消息外传 就会引起客人恐慌 甚至挤兑 只要一件票号有事 其他分号纯齿相依 就会受到牵连 如果处理不当 后果勘于 不过此人恶行滔天 一定不能让他逍遥法外 你认得这个人 当日卖物会 只收过一张五十两的汇票 而且还是由在下亲自经手 我有办法引他出来 那就好 敲来一起放心 在下一定不会打草惊蛇 又劳张公子 那干脆做假吧 你想害我啊 我来教你 我来教你 放在这儿 压着他 庄先生一定看不到的 知道吗 相信大家都熟读了法马哥很清楚了 我问到谁 谁就告诉我 常德以文银为主 是常德的士文银 九四色 士文银是对 不过是九六色 用心点学了 你 金沙老银沙氏行 沙氏的金沙老银足色 的确是用过功 全都很准确 看来你是用心学了 好 努力点 是 庄先生 你 快点儿 天津画宝松江津 九八色 胡说八道 怎么会是画宝爷 一看就知道寝画一拉 金银寝画最足色 看来法马哥你只会前面这两句了 我来得晚 当然比不上他们了 还顶嘴 没有规矩 罚你把这给我打扫干净 活该 笑什么 你们俩很棒 好 先吃个馒头 差不多麻完了 一会儿再吃 我帮你忙 我帮你忙 就这么点活 拿不倒我的 不 果然是好兄弟 小宝 是 好像我们带了点馒头来 是 是 在这儿 可不行 馒头啊 干什么 干什么 瞎打 打 我怕被开除的话 打 打 你干什么 打呀 你 康福兄 你怎么样 你以为我认人欺负啊 你别造梦了 大事化小 别拦着我 子琪 你说怎么样 这一拳 我不会就这么算了 康福兄 你怎么受伤的 不小心碰的 怎么不小心烦 昨天睡觉睡得太死 从炕上掉下来了 那你呢 那你呢 半夜去茅房 不小心撞到门框了 哦 半夜三更 个个都好梦正憨 而偏偏偏 只有你们两个弄得身上受伤 虽然是你们自己弄的 不过我提醒你们 在孝席期间 必定要尊亲一致 心无旁骛 如因受伤而影响到表现的话 不止不会得到同情 也会一律隔走 清楚了吗 清楚 张公子 潘公子 请坐 怎么齐大人今天没来吗 又说有真品出让呢 齐大人呢 交代由在下跟你谈就行了 潘公子 看看合不合心意 好 是法兰西制造的 绝对不是广州的纺织品 那不是很贵 齐大人呢 他打算出让此中 我就想起潘公子 你最爱收藏一些 西洋的真气玩意儿 是 有兴趣 几两银子 一百两 不贵 一点都不贵 谢谢 你这汇票是假的 假 什么假 千真万确的 跟平时的银票一模一样 我请教个票号 知道如何凭书写自己 防甲密码和水印 来判断真伪 每一间票号 都由固定的人书写汇票 而自己 会通报到各个分号 还有 汇票上面的年 月 日 银两数字 全都用密押代替 而密押会不断变化 汇票的印刷图案 每家不同 单凭以上这三点 孰真孰假 行内人一望而知 潘宾 你可算是胆大包天 竟敢一再用假票行骗 黄毛小子 你竟敢射局引我上钩啊 如今人赃病祸 你休想离开 别轻举妄动 你想抓我 没那么容易 你多行不义 休想逃脱 我告诉你 我今天跑不了的话 你也不用好受 我们最多是两倍俱伤 有时好商量 我还会上当吗 你跑不掉 官兵 已经包围了云中楼 不信你自己看看 这次总算有惊无险 想不到一个小小的钟 也可以引蛇出洞 多行不义必自毙 潘宾是罪有赢得 张公子这是我们鼎风上的贵人 过奖 在下不敢当 张公子不像是本地人 不知祖居何处 在下京城人士 家父张笑如 礼部尚书张大人有两位公子 不知公子排序 在下年齿居幼 为何会来到平遥呢 在下想在科举之前 多了解一下各地的风土人情 倘若他日有幸金榜提名 当可为民请命 原来张公子不打算军官 是准备应扛 正是 那么平遥和京城有何不同 京城繁华兴旺 平遥就大不相同 看似不实 其实内有乾坤 乔家大宅 正是其中的表表者 愿闻其想 大宅三面临街 行如城堡 外貌朴素 气派威严 自入大门 那件豪华装饰暗藏其内 雕梁化洞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张公子果然细行 大宅是先祖兴建 经过几次扩建 新田先祖众 伏地后人羹 张公子 如果有兴趣 不妨到院里看看 有些能大开眼界 恭敬不如从命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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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局精巧 果然别出心裁 所谓先安居后乐业 祝得舒适 才可以养精蓄锐 打理业务 乔老爷日理万机 应是惊艳之谈 此行古朴雅致 实属非凡之品 老夫在苏州见到此秦 年代久远 小女喜欢弹琴 所以满下 此秦落在西武之人手中 却是天元巧合 老爷 爹 夫人 这位是张公子 乔夫人姓贵 张公子有名 这位是老夫的大姨子 曹夫人 曹夫人 我两个女儿 大的嫁给了方二掌柜 小的还陪着我们二楼 乔二小姐你好 张公子有礼 想起来了 曾经在卖物会见过一面 是啊 当任张公子协助教会义卖 不过是劣迹名利而已 张公子果然是菩萨心肠 不止是这样 张公子还精通音律 当日急袭吹奏 笛声更悦耳动听啊 难得机缘巧合 不如张公子与小女合奏一曲 如果二小姐不嫌弃 在下乐意崩溃 女儿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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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用了 不忍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 还为了中午的事不开心呢 他们真的很合拍 就跟一对一样 什么一对啊 合奏一曲嘛 张公子是客 跟真儿只不过认识而已 将来见面的机会都不会多了 怎么跟你比啊 俗话说得好 进水楼台嘛 只要你争气在票号长进点 娘到时候一定帮你提亲的 您说真的啊 娘 亲上家亲不好吗 不过你要哄好你爹哦 可是爹对孩儿还是不理不睬的 所谓爱之身 责之妾嘛 父子俩哪有隔夜仇的 只要你肯改过呢 你爹一定会原谅你的 娘买了样东西给你 猴子 你属猴子 带上它们一定走运 带上去 你爹对方的 你不懂得把你带上去 我给你带上去 你避愿的 你都偷了 你不懂得很耀 一定花了不少心思 二掌柜心思细密 为票号真是尽心尽烈 只是尽本分吗 在会票上 用微雕防甲来得及时 正好可以用在 大德通美厂的交易上 最近我忙于谈生意 为的就是这件事 现在已经谈成了 好 所有票号 都对大德通虎视眈眈 大掌柜一出手 就水到渠成 再加上二掌柜的微雕防甲 那会对的事就万无一失了 总之 大家都有功劳 好 这么巧 姐姐 今天轮到我们买菜 你手怎么了 没事啊 好好的怎么会受伤呢 紫棋他真好笑 这么大人了 还从炕上掉下来摔伤手 你说他有多笨 你啊 闯了祸还跟我撒谎 康飞都告诉我了 想不到你这么不争气 牛脾气不改 动不动就打人 姐姐 那康飞不是好人 你别信他的 那是不是你先顶嘴 然后被庄先生罚 然后打架弄伤了紫棋 我没说错你吧 你这么不争气 弄伤了人家 影响人家学习 你别说我 先说你自己好了 你也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整天说留在平遥对我好 你哥们儿想亲近张公子 你说什么呢 我说什么你知道 人家一点都不喜欢你 你别自作多情了 你 你以前被人骗过 我也是不想你再受伤害的 去每天完泄 JOHN FAR running 你 走 合身 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